台湾机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首创专业机体电路制造服务模式 以领先的技术 卓越的制造与坚实的客户伙伴关系 打造领先同业的竞争优势 台积电的晶圆厂拥有最先进的制程设备 每天不断地研发 应用多样化的制程技术 为客户生产各种高粮率 高品质的机体电路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台积电的晶圆厂 认识晶圆的制造过程 整座晶圆厂可说是一个大型的无尘室 为了保持生产环境的洁净 无尘室内装有各式滤网 外来的空气必须先经过处理 依照无尘室各区对洁净度的不同需求 通过不同的滤网 去除各种微粒子 才能维持无尘室的空气品质 另外 无尘室中的温度 湿度 静电 压力 磁场 以及振动等 也都需要被有效控制 而制造机体电路 所需要的纯水 特殊液体与气体等 则是从无尘室外围 透过纵横分布的管道 直接输送到各类制造设备上 人员在进入无尘室之前 必须换穿无尘衣 鞋 并且穿戴无尘手套及口罩 以确保无尘室的清洁 换装完毕后 经过空气洗涤室 彻底清除身上的灰尘 围粒 避免将各种悬浮微粒 带入晶圆场中 所谓机体电路 就是把特定电路 所需的各种电子元件 及线路 缩小并制作在 一公分件方 甚至更小面积的晶片上 俗称IC 机体电路 可以处理大量的电子讯号 完成许多复杂的功能 如果将一颗晶片放大来看 看似平滑的表面上 其实堆叠了许多高高低低 相互交错的元件 这些元件 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 让我们先从 机体电路的制作原料谈起 细晶圆 是一种半导体材料 也是机体电路的基本原料 只要加入一些适当的元素 例如深 零 横 就可改变它的导电能力 及特性 为了达到机体电路制成中 对细晶圆平坦度 与均匀度的要求 我们必须先将多精细原料高温加热 再透过速度与温度的调整 拉伸出圆柱状的晶棒 接着 研磨细晶棒的外层 让细晶棒的直径达到一致 然后切割成薄薄的细晶圆 并研磨细晶圆边缘及表面 有了这片薄薄的细晶圆 接下来才能开始制造机体电路的流程 在晶圆制造的过程中 机体电路设计工程师 利用电脑辅助设计系统 把机体电路所需要的每一层电路图 先设计出来 透过电子束或镭射 将图形转写到光照上 通常一个机体电路产品 所需要的光照数量 会随着设计及制程的复杂度 而有所差异 一般来说 至少需要二三十层光照 而且每一层与层间的校准 都必须非常精确 制造机体电路的晶圆场 分成几个重要区域 每个区域都有它独特的功能 在卢管区 细晶圆被送进负责高温薄墨生长的卢管里 在精确控制温度 与气体流量的环境中 经过一段时间后 以高温反应的方式 在晶圆表面 形成一层与细附着良好 而且符合绝缘要求的细化合物 离子植入 是将带电荷的离子 植入晶圆的特定区域内 控制一定的浓度 与深度 达到改变导电特性的目的 在化学气象沉积区 利用化学反应的方式 在反应室内将反应气体 生成固态的生成物 并沉积在晶片表面 形成薄墨 生长了薄墨的晶圆 被送入负责电路图案转路的围影区 先在晶圆表面 均匀涂布一层薄薄的感光液 成为光阻 再把光照放在上面 透过光线的照射曝光 在锡精圆表面形成部分曝光 部分没有曝光的图案 再经过显影的程序 未经过曝光的区域会被光阻遮盖 经过围影区的制程后 锡精圆要被送进10颗区 10颗调以曝光 也就是未被光阻遮盖的部分 留下的图案就是所需要的部分 当晶圆上分布了数十万到数千万个独立的电子元件 要让机体电路达到设计上所赋予的功能 必须把这些元件用金属导线连接起来 在这里 对于10颗的晶圆表面 先见度一层金属薄墨 进行显影 10颗等步骤 10颗掉不要的部分 留下金属导线 连接各个电子元件 化学机械研磨区 是同时利用机械原理与化学反应 有效移除晶圆表面的材质 达到全面的平坦化 有助后续薄墨沉积的进行 这些复杂精密的过程 在晶圆场内重复进行 并在锡精元上产生了数以百计 甚至数以千计的精力 最后这些晶片 必须先经过允收测试 通过基本检验后 再依据每颗机体电路的用途 予以切割 封装 测试 以符合各项不同产品的需求 精元在整个生产制造周期间 必须在各个加工区域 及机台之间来往穿梭 在传统的8寸厂中 作业员根据制造执行系统 通常利用推车及人工方式来传递精元 近年来 由于半导体产业技术的进步 精元尺寸由8寸扩大到12寸 让我们能在一片精元上得到更多的精力 以降低精元制造的单位成本 同时 每一片12寸精元的重量 也比8寸精元增加了一倍 而12寸精元加上载具的重量 已经超过了人力搬运所能负荷 自动化物料搬运设备因此应运而生 台积电率先在12寸精元厂 导入自动化物料搬运系统 及自动化即时派工系统 从机台派工 精元搬运 到机台加工 全部透过自动化生产系统操作 不但让整个制程更有效率 达成精元厂全面自动化的目标 更有效提升了晶片制造的良率 以上就是台积电精元厂 与精元制造流程的介绍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